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游酒网 突玩游戏 赛高电竞 有卖文化 超凡电竞 对本次赛事大力支持 更多赛事详情请关注第五人格 官方微博 星光竞竹挑战赛在8月31日正式上线 矿洞下深层的黑暗中 只有散落各处的灵光矿石散发点点荧光 勇敢的竞竹者们穿越层层障碍 只为窥探真实的星空 无惧冲破黑暗的夜晚 勇敢追逐月光与星辰 本次星光竞竹资格赛将有100名选手参与 在第五人格噩梦主影模式闪金石窟地图中 进行竞速比赛 最终前60名选手将晋级星光杯 角逐最终的冠军名额 是的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次星光竞竹挑战赛 以及后续星光杯的一个赛程赛制吧 来 我们来看到我们先是一个资格赛嘛 我们今天从9月15日到9月17日是100进60啊 那排行榜前100的玩家呢已经角逐出来 将在匹配开启之后 进行一个不限次数的一个积分匹配啊 最终积分排名前60的玩家将竞技到下一轮 是的 我们第二阶段呢是我们的积分淘汰赛 那时间是9月23日至9月24日 其中又分为60进36 36进18还有18进6啊 他们这个60名玩家分为10组 每组10个人进行三局比赛 每局积分排名前三的呢 玩家就可以该阶段个人用时最短的6名玩家晋级 是的 那最终在9月24日呢 还有一个决赛阶段啊那是最终进制的6位选手 将进行三局的一个积分排位赛啊 最终积分排名前三的玩家 即为本次比赛的冠亚级军 那上面还有一个积分规则啊 这个呢在我们就前面这个勇者上午层这个阶段 就已经是大家看到过了 第一名是8分 第二名6分 第三名4分 第四名3分 第五名2分和第六名1分 是的 那同样的这个比分嘛是有可能平分的 那在同分的规则情况下 将根据玩家本轮参算的平均用时进行排序 平均用时相同时将根据玩家参赛的本轮 记录中最短用时的时间来进行排序 是的 那这个阶段其实给我们传达了两个点吧 一就是说真的大家有可能时间会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对 那另一个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咱们今天开始的15号到17号这个比赛中呢 其实有一个叫不限次数的一个积分匹配 也就是说什么你在这三天比赛里面啊 你如果说对自己这个比呃成绩 这个感觉自己冲的这个时间感觉不太满意 对吧 你可以反复的去尝试啊 这跟我们前面这个在第五层阶段呢 就是每天有六场的一个限制呢还不太一样 对 就能够找到自己状态最好的那一场 然后积分尽可能的大家都靠拢一下嘛 没错 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一个赛事总奖金池 我们总的一个奖金池为15万元 其中包含排名奖金十万六千元 冠军三万 亚军一万五 季军一万 六强是三千 十八强两千和三十六强一千 是的 另外还有两项趣味奖军 一项呢是60强至决赛阶段 单局用时最短的玩家将获得脚底抹油奖 奖金是两千元 一项呢是60强至决赛的每一局 第一个获取运动类道具的玩家 比如说信号枪啊 护肘啊 橄榄啊 橄榄啊 等这种运动道具 那就获得我们的运动先锋抢 奖金每局呢是七百元 那一共是四万两千元啊 对 就感觉咱们这一次是禁忌和趣味并存的 对 尤其是其实我们知道玩 我们平时噩梦竹影啊 星光竹竹这个模式 玩了多的玩家都会知道 其实在最终的在大家实力都已经非常接近的过程中了 其实最终还要看谁摸道具摸的运气好 是的 是的 也是实力跟运气并存嘛 看一下对于地图的一些理解啊 个人的状态 对 那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 咱们今天开始啊 十五十六十七三天 我们是不限次数 结果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赛事组的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 什么呢 哎 我们确实可能在这个模式里边有一个运气成分 但是呢 你可以反反复复去尝试 哎 但每个人都拼到自己运气最好的那一次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次比赛用途 闪金石窟的地图展示吧 这个我们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吧 这个大家都跑过都知道对吧 就是看来 先是起点这边跑 然后呢 会有一个 第一个去抢这样一个吊绳啊 一个一个 一个吊车 对 然后抢到之后呢 就是你基本上可以抢到一个比较优先的位置 然后在这个房间里面呢 它就有几种情况嘛 有这个狂一的触手 对吧 有这个雕刻家的这个雕像 是的 对 有分为这种随机的障碍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进路和一个远路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提琴的线啊 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有摸一个道具旋转门 然后这边是升降门 那升降门的话 它其实是要抢一个关键的节点 如果抢不到的话 可能就要等这个升降门时间 是的 对 然后其实前半段也是一个事故高发区啊 如果说你万一在 在竞速的过程中被这个技能这个障碍关卡打倒一次的话 那就会落后很多 是的 所以说尽可能的去规避这些障碍 然后不要倒地嘛 这边也是一个缩小的区域冒险家 人人都是冒险家 然后这里呢 基本上都是在摸户外的 对 能够规避一波这个随机场景道具的一个阻拦 然后这个呢 我俗称是一个比较赌命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一个双连驶驶驶 这地方如果说你要是走位不好啊 直接被砸中砸晕的话 也会耽误很多时间 嗯 像一些可能排名靠后的选手 他们就可能去摸一个信号弹 对 信号枪 然后给它射下来 是的 然后这里的话最终是上去之后 还有一个矿车 这个矿车也算是咱们这一次 星光静竹模式里面 一个最有特色的一个环节吧 就大家比赛摇框车 比手速了 对 对 所以说能看到 其实咱们这个模式里面啊 就它有很多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 我到底是选择一个捷径 有风险的捷径 还是选择一个四平八稳的一个常规路线 这个常规路线呢 它可能在里面 它少了很多一些随机因素啊 比如说什么那些吃技能啊 或者说是被这个实施轨砸晕啊 什么的 对吧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连锁反应 比如说前面我说的 你万一在一个升降门前吃了一波技能 或者说倒了个地了 这升降门可不得你了 它是有自己固定时间去升降的 对 那像实施轨那边的话 之前我也自己亲身经历过什么的 本来我人都过去了 结果在爬那个神梯的时候 背后哐来了一把枪 枪晕完我之后 我下来之后 哐哐又连吃两个实施轨的石头 这样的话就整个这个时间 就被拖满很多很多 是的 十几秒时间可能后面就追上来了 对对对 康哥这次跑了没有 也跑了 大概也就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左右 没突破两分钟 感觉挺可惜的 确实确实 我的时间可能稍微再慢一点 但是我也是努力的 就是在这个冲五层阶段 是每天跑这个六把 我大概五天里边是有三天 都是完成了一天六把 都是第一的 48分 因为你没有这个48分的话 你成绩再好你也排不上 对好 我们这边已经看到进入了第一场观赛 这的话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冒险家这个挖宝通告了 是的 现在排名第一的低职格 一个佣兵 那应该也是要摸出一个观来 对 然后也要关注一下他后面 哎呦 后面好像是熟人啊 是这个蓝胖子 是 对这次进入前摆有很多我们的熟人 你看他选择了一个比较求稳的一个走隧道 没有去选择走实施轨那边 是 因为其实领先比较多的玩家呢 他可能想了就是说我尽量四平八稳一点 不要就是说因为自己要去摊一点时间 就导致说给到一些失误了 没错 那这里的话也是一个钩板 对 加速 然后过旋转门非常丝滑 在一个弹射点 然后这个弹簧点呢 其实有些玩家他为了去 争那个极限的那个触发的一个距离 有可能也会摸不到 会有会有失误率的 这里的话右手边应该有个弹簧 对直接弹 然后选择了最右边的矿车 对内圈距离最短嘛 所以说选择了最内圈的一个矿车 是 那现在感觉第二名 还是离得挺远的遥遥领间 两连弹 再加个加速直接冲线 时间很快啊 2分06秒好像是 是 对 然后这边 第二第三也是紧随其后 这样的话蓝胖子感觉只能第三了 还是差了一点深距的 还有一瓶加速球 对 他最后一个你看 他最后弹点就没有选择 他最后选择是用了一个加速球 去冲了一波 是的 这一把的话应该是要结束了 其实能想象得到 因为我们这个阶段进入到前百阶段 你想 谁都还不是曾经单天里面前20的名单里面的 对吧 我们前面也关注到了前20基本上最差的那个成绩 也是大概在2分06 07 08那个节点的 你要是低于那个你前20肯定是进不了的 对吧 所以说咱们今天看到这些比赛 他都是说5天里面每一天都都是前20的 说明实力是非常接近的 没错 有时候就是看场景道具的一个刷新 对 你看其实我那天还看了蓝胖子 他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的这个平时没少练 对吧 就是自己的努力也是有成果的人就进去了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 就谁都是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全服的最强的这个星光 竞逐100 100名 咱们这边去拼 所以说能感到其实每个人都是都不要说失误了 就是在没有失误的前提之下 如何说能去创造这样制造别人的失误 好 我们这边应用到下一局 好 这一局这个汉斯一行也是我们这边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up主吧 是 是 小女孩在一户手选择了捷径 来来看一下这个实施轨 你看躲得非常好 是要看他这个抬手在这边身体一波上来 看这个升降门 很顺正好升降门直接开了 没错 两连 然后这的话也可以走前面 对因为他其实这个节点啊 他的最后一个升降门和那个荡车的时间点是很近的 对没什么太大区别 这里有一个磁铁 这个磁铁应该是用不了太多 因为能看到其实后面第二名的升位拉大是非常开的 是 你看像这种地方他如果有一些位移道具就很赚 后面呢其实也没有选择去摸像信号墙这种东西去组合第一名嘛 对 还是要利用这个右手边的一个弹荒点也是选择了最内道的一个矿车 对 这样下矿车以后第一时间也能够去弹到加速带 是那这一把感觉这个鲜铁应该是第一没有问题了 因为你看第二这边的佣兵开局 这一位应该是还刚刚才到这个最后一个省梯 好这边抱一丝啊 不好意思也有点不好意思啊 是距离有点远了 是但也还是能够完成的 是没有关系嘛 因为有一个多次的尝试 我们也说了在这三天的比赛里边 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反复尝试的机会 没错 就别把此刻当永久 对吧 就是这把没跑好下把继续跑 每天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随意的让你去跑 去尝试刷新自己的这样一个最好的时间 其实这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点吧 其实你看啊 呃虽然说你要真第一 对吧 你可能说在后面落后的你要给前面交枪呀 或者说交这个鞭子啊 去限制前面的 但是你想这三天 大家都是在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可能会不会说有意识的就是说 我就不交那些道具了 你第一这把我就给你了 对吧 我要通过 因为其实用道具 它也会分散一些精力和一个就是注意力嘛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几天 可能大家都是专注的时候 我不交那些限制道具了 我就全部是去拼这个位移道具 去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是 也是竞速嘛 速度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 而且我发现其实上一局的这个比赛里面 很多人使用这个佣兵 就会有一种心理作用 觉得这个像弹簧箱呀 或者说自己摸到护肘的时候 会弹得更远一点 很多玄学对吧 说什么佣兵 我弹护肘能弹得远一点 对 做什么小女孩能抢那个掉点 抢得快一点什么的 会觉得模型小点 对对对 都是玄学 对对 其实我们都是所有里面的数字调的都是一样的 那不然的话 你如果是真的上一个那个拉拉队员 那按他这个速度对吧 对对 要跟那个作曲家比一比了 作曲家应该比不过我估计 到底是谁是拉点之王 是是是 那也是刚上排位嘛 对 大家最近也都有体验过 确实 那当然是我们这个是一个竞速比赛嘛 前面也看到了其实有一些关键的一些怎么说关卡对吧 其实咱们这个星光镜竹这个版本跟之前那个月亮和噩梦主影 它最大不一样就在于说它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都集中在前半段 对 尤其是第一个拐弯进那个房间 那个是事故多发的地方 是人越多的话 反而你选择走捷径的时候 它那个触发的场景来接也会更多 对对对 其实最经典就是那个触手 你万一第一个房间是触手 你要是大家都是并排齐驱 那一下子给你长出三四根触手都很正常 对你或许能躲自己生成那个 但是你旁边的一些其他的选手的生成 可能就无意间拍到你了 对 你要是被拍倒一波 直接就是自愈那么久时间拉开距离 就基本上到了咱现在这个前摆阶段 你要是倒地一波那都走远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把 哦这里是已经是到了这个三连蹦床了 是 那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杂破 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up主 对排名第一哪敢信 清晓枪真的是非常稳健 有点奢侈啊 后面的人都不一定敢抄的 敢抄 因为我看到后面好像有两个盾 有两个盾 抄过去起盾 对是可以挡到清晓枪的 对 有户外 很丝滑的过了 再来一个户外 也是选择走捷径 这里躲一下 两个试试轨都躲掉了 后面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 就排排后面的没有什么限制道具 能限制住咱们 嗯 哇这里非常的顺啊 很顺 这里再弹一下 没有问题 这一块 再一个钩子加速 这里是钩板子 有个小加速 因为在咱们这个竞速模式里边 钩板子勾人 它都自身有个加速的 是的 只不过勾人的话 会自己在原地在等人勾过来 对 也有个小僵直 而且它第一的话 现在钩板子很转啊 对 而且速度很快啊 到现在这边才1分4950 是 去到最右边 矿车摇起来 这个时间应该是有机会冲进1分506就左右的 对 最后坎射两连弹 很快 1分2秒 2分02秒多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快了 那后面的也同样不慢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看到没有 这一把6个人 5个佣兵 一个小女孩 都是信典玄学的都是 是 这个好像是不是还没冲完 最后那一波是吧 时间 你看就是我们第一位选手冲线以后 其实后面30秒 也都是在这30秒里面 所有其他选手都能够完成的 对 所以说他们实力真的非常接近 像我们之前跑 有时候什么 我第一名我都2分20多秒了 对 就是已经很慢了 是也会有那种 就是拉开比较大差距 可能两分钟冲线了以后 后面的30秒都完不成 对 基本上一个人冲的特别快的话 后面5个人都未完赛 对不对 是有这种情况的 你是能看到 其实好像虽然说 我们就看刚才第一的杂末这个位置 它其实后半程我们跑完之后 它也没有那种太多的位移道具 它自己最后攒了一个鞭子 在地下的那一波旋转门前面 是交鞭子 勾了一波赶了一波路 其实中间它没有太多的一些位移道具去辅助 但是它这个成绩跑得也非常非常好 对 它也一直没有选择去捡道具 不然前面的那个信号枪可能就被替换掉了 是的 那如果是摸到一个这种运动型道具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时间拉入两分钟内 有可能真有可能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跑进了 比如说什么跑了1分57 58 那我感觉这个就已经是心里很有底了 对吧 那你后面可能说越跑越好了 就反而是说 我怎么感觉我一直 在这个前摆的一个激烈竹竹 好像一直跑什么2分10几 就会很急说我这成绩还不够好 对 其实大家也可以经常去自定义测试一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对 因为我们这个自定义它也可以有单人去跑的一个模式 那单人跑的一个好处就是 没有任何的一个其他的额外的玩家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限制骚扰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是在没有任何骚扰情况下自己四平八稳 看一下自己的上限在哪里再去跑 等到进入到震慑这个比赛匹配里面之后呢 你再去看一下说 我怎么样去规避一下后面这些鞭子呀 枪啊什么的 因为有时候你突然被一把枪或者一个鞭子你去打断了一个前面的一个领跑节奏的话 后面节奏就会乱掉 是的 是的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是好 好 再来看下一把 这里的话也是已经到了这个矿坑这边了 是的 目前排名前面的是高腰派 也是摸了一个护轴 对 这里的话基本上都是摸护轴的 在这边他想了一下还是选择走前面正常路 后面好多鞭子 但是也要有一个勾人的距离嘛 对 这里的话刚好感觉每一个门升降门都是为他敞开呀 是的 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这有个鞭子赶一波路 也是没有选择去赌硬器去捡一个道具 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拉开那么零点几秒的一个时间 是的 就他走的一个是最近路嘛 对 这里二号位的话应该还能看这个球啊 球最后没有用 最后走到这边侧面上去啊 然后选择了一个第二赛道的一个矿车 是这个时候有护盾也有加速 有加速酒的 冲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来双加速啊 然后因为加速太快 而且有一个喝酒的一个前摇嘛 所以说他最后一个弹点没有用到 是 弹这个弹簧箱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点硬质嘛 是是 主要是那个弹簧箱 哎呀被抢了三个傭兵 三个傭兵 对 你看这里的话也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弹点 因为被用掉了还没收回来 所以他没办法 回头看了一下这个弹簧点 只能选择往前走再去摇框车 是 这个应该玩不了赛了 对 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 如果你第一名跑得太过于优秀的话 其实后面是很难赶得上 甚至可能未完成的 对 因为他后面的一个剩余时间 是根据你第一名完赛之后 他呃 云出最后一段时间一个固定时间 嗯 给到你有没有完赛机会的 是 就后面如果有第一名的情况下 后面拉开比较多距离 大家都是呃 有什么那种呃 阻隔道具都不要用了 啊 要好一点 对对对 不然的话其实互相阻拦 互相阻拦可能就未完成 对呃 对 那前面我们也介绍过说嘛 说这个阶段因为其实 大家都是为了去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嘛 对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在不限次数情况下 真的可以优先考虑说 我就是那种限制道具就算了 对吧 枪啊 鞭子就可以呃 能少焦少焦 然后啊 尽量去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哎 我在这两个小时 每天两个小时啊 三天总共是六个小时里边 我总有一把自己特别满意的啊 我就是呃 道具啊 就特别运气好 摸的全部是位移 有球 有加速球 而且一旦你这个道具都是这种运动型道具 能够帮助你位移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像旋转门啊 还有升降门啊 都像为你敞开一样 就像刚刚杂末的时候 他走 就是呃 感觉每一下门就是 哎 到的时候他刚好就开了 没有任何的阻拦 是哎 我们这这一把是比较靠前的 是刚刚到了这个呃 小小房这里 对 旋转门 他选择走的是一个比较 呃 靠右手边那个 对 这里回头砸一下的话 其实所有人都得绕路 但是枪来了呀 枪来了 这一波枪来之后 我感觉这个 技战时应该就是要往后靠很多了 因为他所有的这个节点 可能会都会错过 是 这把蓝胖子也在 还做了个表情 哎呀 一个 户外 在前半段这里呢 接到了 对 也可以考虑说 呃 在自己满状态情况下 故意的去吃一个伤害 有个受伤加速的 对 后面的话 其实你像 呃 冒险家那个区域的话 是可以互肘弹过去 不会吃伤害的 对对对 在这个阶段 如果说你自己手里有个球 有个护腕 或者说有一个加速球的话 就像这样 啊 地址哥直接我一波拉球 经过了这个平地的隧道 对 其实有时候高手之间过招 真的就是拼的是 谁在这个平地阶段 能有一个额外的道具 去帮自己赶一波路了 没错 地址哥看一下选择哪里 选择走前面 比较球稳 因为领先的选手 他没有必要给你去赌 那个概率嘛 反而是落后的 可能说我第二第三的 我要去给你拼一波 呃 实际上后一波 反不对劲的话 这个旋转门 因为你走那个神梯 会有一个旋转门多出来嘛 是的 啊 可能会阻隔你 那你走这里的话 就少过一个旋转门了 地址哥现在一马当仙啊 跟后面的蓝胖子 拉开了挺大的身位的 嗯 这一把 如果后面没有一个枪 这样的阻隔的话 应该是我第一了就 对 对 后面的话 其实都是位移到去挺多 但还是难以去赶这个 比较远的距离 是的 是的 处 呃 星光镜竹这个模式来说啊 其实基本上在前半段 是要有一个定调的 一个大的一个排序 一个一个机会 就感觉第一个摇臂 都已经摇摇领天了 对 那差很多了呀 对吧 是 后面的话 就得看一下 后面刷新的人的一个道具 是 是 那 你看这全是傭兵 全是傭兵 也有很多特别好看的时装嘛 对 不同的 那最后一波拉球赶路 你看这双方 呃 六位选手 其实他们的一个层次 就是怎么说 自己这个操作熟练度 都非常非常高的 对 基本上很少会见到他们 对 他们的第六名 是我们的第一名的层次 对 对吧 嗯 确实 嗯 有些人看到就是没有什么 基本上没有什么这种很很明显的那种失误 对吧 就可能就是说他们要就是 吹毛球赐造 就是我某一个弹簧点的另用 对吧 我能不能弹出一个最远的距离 弹到一个最舒服的位置 这个都要去就是再去细扣一些 对 其实而且那个挖宝点 它也是随机刷新的嘛 有时候刷的位置也挺关键的 是 你只能刷的比较靠外面一点 对 靠外面就好一点 嗯 少是少走那么几秒 少走个一两秒都是好的 甚至零点几秒都是好的 对对对 你反而是有些就是说我那个挖点 是比较靠里面一点的 可能说人家距离都已经是321了 我怎么还是56还是7654这样子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人家可能说一个挖出来的护腕弹出去的 一个速度就比你快很多 因为在那个点的话达成共识了 你是不可能不挖道具的 是一定要挖 那挖什么呢 一定是挖这个护腕 对吧 挖了护腕弹出去 我们看到很多一号位啊 就是排名第一的这些选手 他其实到后面都是比较选择常规通道 对 不去搏这个运气了 对 因为这个风险跟机遇永远是并存的 是的 可能去尝试这个走捷径 但万一被这个十四块砸中一次 对对对 那再砸个两次 那后面就追上来 走远了走远了 对吧 而且他一个我们前面也说了 他那个神梯上万一你在这爬的过程中 吃了一把枪 你是会回到下面去的 对对 而且其实当然对他们高手来说啊 其实像十四鬼他你看他那个抬手 你不要看地下那个圈 你看他那个抬手 抬手出去之后 你要是扭扭个半步呢 其实可以扭掉 但是在那么激烈的一个过程中 你万一有个什么紧张 对吧 就是你越紧张 越容易给到机会 我夸一波给你砸中一下 我当时就心里一凉 这把可能就没了 对 也会影响后面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好 来看一下这把 这把也是比较靠前的 这个是故意吃了个弹簧 不过第一名已经是冲到这个位置了 那应该是差的很远了 是的 明浩月当空啊 我们观战到你了 这一个是没有问题摸个护腕 直接一波弹下去 再剪个道具 看一下要不要走捷径 没有你看 都是选择往前走 这里有个三连 这里有点弹暗 他想再多弹一个弹簧 还回头扭了一步 结果还没弹出来 是 当然他手里自己还有一个护腕 这个护腕可以留在 过了升降门之后的那一波空地 对 这里是和猪咪啊 这已经是从实施轨通道这边上去了 但是这个就很亏 正好是被升降门挡了一波 又风险所在了 是的 然后也被这个升降门又叫众生平等门 是 有时候你要是没跑过去 那后面的人赶上来 大家就统一起跑线了 对 因为升降门在局内 它的一个时间是固定的嘛 是 这里的话也是成功坐上矿车 没有选择最右边 因为手里还有一个护肘 可以考虑不弹这个箱子 这里的话可以 或者下一个箱子不要了 对 对 这个加速加护肘 很快啊 两分零二零三啊 就感觉跟他们这个时间比起来 就感觉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的感觉 那我们也是秉持着一个竞技的精神 对吧 就是哪怕落后的 我们也要把它全部跑完 对 哇 后面其实道具来说都是挺欧的 对对 啊 全是一些球呀 这种位移道具 这个是 应该是蓝胖子的粉丝 对吧 感觉他们也挺好玩的 一些主播他会带队让自己的一个水友也参与到我们的赛事里来 对对对 呃 我之前是在当当年在噩梦主影出来的时候呢 我也自己搞过这种就水友赛吧 也是在尝试说解说一下就是他们这种就是跑的过程中 感觉呃 咱们就是解说这个就是竞速赛啊 和我们平时解说一个比赛 常规的比赛里面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比赛里面不可能更多去分析啊 这波啊 他们一个BP的思路 打法的一个思路 对吧 追资的节奏 但是这个竞速呢 我们更多是要看一下 哎 哪边他一个失误更少 对吧 那给大家营造一种就是非常刺激的激烈的感觉 是 那我们又来到了下一场 这里的话 参丽选越也一直在足隔他们求生者啊 这第一第二离得很近啊 对 哎 选择等他跳完弹簧窗以后再跳 是 因为还是跟弹簧窗可能会更快一点 那走侧面的话可能还要经历那个摇灵的那个QTE 是 他手里其实有个牛仔的鞭子的 看一下有没有时机给他挖宝的打断 勾一波回来对吧 炎炎将啊 这边是丝毫不敢懈怠 他因为其实选手之间 他们也能看到后面的这个道具的情况嘛 所以说一看后面有鞭子赶紧赶紧留 是 这里其实想蹭一个极限 后面摸了一杆枪 拿一把枪过来了 那这把枪一吃可能是会 有可能会停在旋转门前面 啊 升降门前面啊 也还好 这个旋转门刚升起来 又来一杆 对 但这样的话就是第一第二这个身位就拉近了 哎呦 这个升降门真的是众生平等啊 最怕他就刚升起来 是 哇这把枪好多 啊 然后一个鞭子 哇 近距离的勾边 为了一波小加速 再吃一把枪 哇 他们这一把多少把枪了已经 我都怀疑后面全都是 就是自己许愿许出来的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抢这个运动先锋奖呀 哈哈哈 比谁摸信号枪摸得多 你看这里的话也是一个弹点没有摸到 嗯 哎 选择了最左边的光泽 那最外道其实也行 因为其实矿车下来之后呢 他有两个弹点的 嗯 对 选择个近点弹点 对 然后再利用前面那个弹点 对 两个弹点直接到前面 不过这一把的话 虽然说第一名啊 但是他这个成绩也只有两分十六秒左右 对 那个就只能说比较一般 就三感星好像都已经晕了快十秒 对 这一把确实是枪比较多的这个情况 对 但也是有惊无险吧 最终还是夺得了我们的第一 对 那当然没有关系 反正后面的话 应该还是会 呃 再多来几把 然后去发新一下自己的最好成绩 嗯 大家还是尽可能的看能不能去突破这个两分钟啊 是 简直两分钟真的是一个风水里 对 哎呦 刚才最后一波还有一个失误 其实真的是到了临场的时候 就是看谁能更沉着冷静一点 对 就像刚才这种情况 哎 我为了去拼那么一点点的一个 呃 触发一个弹簧的弹点 可能他就会有一个就是弹的一个失误的啊 弹歪了啊 或者说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目前最新的排行榜 哎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排在第一的陶昭苑啊 嗯 也是完成时间是两分零四秒 对 然后第二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杂末啊 两分零八非常优秀了 那第三名啊 第一是两分两分零六 哦 不过他们这个也是优先要看这个积分的 对 对 就是你跑的快还不算 就是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如果看排名的话 还是要优先看一下你这个积分 是 也是考验这些选手他们的一个平均状态 是的 是的 就是让我又想到了前面这五天 这个每天都要48分呀 对啊 你要是有一把第二的话 可能少两分46什么你就排不上了 是 蓝胖子23 23名是2分17这里 对 还有刚刚好像两把第一名的高小泰啊 对 现在来说也是2分10秒左右 是 感觉真的是高手之间过招呀 就是这些不都是前面这五天每天都是前二十名啊 这都是 嗯 嗨C这边是2分24 还有一些像我们监管者榜上的一些监管他们也是在玩这个模式嘛 对 不要可救啊 后面还有一些没跑 因为其实这个时间嘛 其实正好 这次安排者比较巧妙 他是从8点到10点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心直的像这一批对吧 他们可能就是从8点到9点这个档次他们就已经开始跑了 对 对 就是第一时间开始跑 那有一些呢 说哎 没事 我先打排位 对吧 我9点钟之后再跑也有 是 哇 这里刚刚出手长的好多啊 但他们都是走过去了 这边 这边倒了一波 他是第一啊 一下子就被超过了好多 破过很多了 这个身位就很难再追回来了 因为前面有很多人会去给你阻拦这种像旋转门这种地方 是 那这里的话旋转门还是拦截了一小会儿的 后面的话也只能等 但是有这个护腕的可以弹过去 是 要小心这里的磁铁 对 哎呦 这两连线 这个地方是事故高发的地方 对 那太可惜了 三连蹦床 蹦床 这里校准几乎也是都能够完成的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个比赛会有点小紧张 你万一一失误 就把你安排到侧面去了 是的 烟雾弹封锁一下视野 其实这个模式我倒觉得烟雾弹 反而是可能作用不是特别大 可能他在封锁一些 类似于像 误刃的那个通道可能会好一点 嗯 去阻拦后面的一个选手的视野 是的 看一下这里走捷径吗 走捷径 来看一下这个实施轨 扭一下 扭一下 再扭一下 全部扭掉 那还算是安全通过 看一下上面的一个升降门给不给力 哎呦 小挡了一波 啊 不算很给力 是 那这里还要等 然后这一块也直接走前面 因为它一个荡神和下来这个门的时间是一样的 嗯 捡了一手再勾个板子 其实还是蛮顺畅的 是吧 时间一分42秒43秒 其实这左边也有一个板子也可以勾 可以不考虑这个 就不要去堵那个弹簧了 对 因为这个弹簧才有失误率嘛 有可能弹过头 又得走回来 对对对 就应该选择最内道的一个矿车 对 就手速非常快啊 它这把玩赛时间可能是在 呃 2分0 0607了 不会特别快 再弹一波 啊 2分08 08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是 但是还不够 还不够 后面的话 这个画家 有点被佣兵的手速超过了 是的 但是你看 他们挨得很近的话 其实这个 弹簧箱其实不一定能恢复过来 后面只能跑了 因为它最好的一个弹点 可能是被别人刚刚用过嘛 对 它有一个cd的时间 看一下8秒7秒 桑枝能不能完成 有点困难 固案也有点失误 没关系嘛 我们这个也是不限次数的 对对对 有时候发挥市场了 也还是以保持一个平常心 去后面的对局里面发挥出来 对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其实也是对这个 我前面看那个排名 也能看到 其实排名也是跟你的这个积分有关系的 因为它毕竟存在一个说 我要跑到前面 我跑到第一 我才有个8分 对吧 第二就有个6分了 所以说积分也挺重要的 所以说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干地 就是我特别干 我从 我接下来三天 我每天从8点到10点 我就一直干一直干 不停的干 对吧 有一些的话我不急不慢 我就是什么 我先打个排位 对吧 9点钟以后我再来 对 这样子的 先磨练一下我们第5人课的手感 是吧 对对对 其实我这段 我前前面几天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我7点钟开始打排位 对吧 打到8点钟了 哎 然后直接就弹幕给我说开跑 然后我就会跟几个 就是几个水友 就一直一起排 说不定能排到同一局里面去 对对吧 同样一起局 然后我们这边再来一把 这一块是已经是过了这个升降门 到了这个乌刃的一个通道 是 炎炎这样现在其实满状态 可以考虑接一个护腕 蹭个加速 对 呃 可以故意去吃 不过没有 其实是可以故意吃一个乌刃受伤加速的 对 手里有个鞭子 后面总能用得上 那这里的话 还是要慢慢跑过去的 哦 那这样的话排第2的宝宝 已经是拉的比较开的身位了 差了一整条这个通道了 对的 但自己也有一个护腕在嘛 对 所以说后面 哎 这里有个失误 按错了 对 想按那个护腕按成鞭子了 那考虑丢了升聚以后就走捷径 现在反而 幸好是没这些杂音 对 这熟练度很高 那不然的话 如果连续的失误 肯定就会 给到后面第二名的一个追上来的机会 哎 这边果然是已经追上来了 两个人现在并驾齐驱啊 看下谁能抢到最好的一个弹出位置 完了 炎炎将这边没有抢到那个弹点 而且亏了一波大节奏啊 对 宝宝手里有个牛仔的鞭子 鞭子也用掉了 然后再往前弹 那这样的话 宝宝是有可能是在后半层 直接一个 反 逆势的一个超越啊 对 来到上面 这边右边的也可以先使用一下 让后面的人 可能上来的时候没回复好 那这样的话拦不住了啊 那这样的话 刚才炎炎将就痛失好局啊 嗯 也比较可惜 后面也没有枪这样一个限制道具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直接一步冲线 然后宝宝拿下第一 甚至这个铜锦城也是超过了炎炎将 是 感觉炎炎将刚才应该还是有点失误的 对 就很容易影响到自己接下来一些操作 甚至这个思路嘛 你到底要走哪条路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刚刚介绍过说的 平时有些关卡通过 其实你是非常的顺畅的 感觉就 不可能有失误的 但是在比赛中 哎你一紧张啊 这个时候你节奏一定是会被打乱的 是 就反而是什么 有时候最好成绩都怎么出来的 就是我前面 我开局第一个那个荡神 我就直接过去 我就领先了 嗯 然后所有的一些那些 就甚至是有些那种关卡里面触发的什么 那些 呃 触手呀 呃 这个铃铛呀 包括乌刃啊什么都 我都追不上我 那种感觉 对 对 这也给他勾回来 而且有一个特别好的技巧 就是什么 自己手里有鞭子 前面有人的情况下 勾回来帮挡乌刃 是 是 这个特别鸡贼 没错 这小可爱子 求佛系啊 是现在暂时领先 但是后面 浩月啊 我刚才也是 看到过这位朋友 也是跟得非常紧 然后第三的秒到小子 啊 这个挖宝的位置 比较舒服 是比较靠前 那后面暂时现在有点跟不上 在一个摊点 他选择走这个食屎轨的路 一波躲开 然后扭开 很稳 全部躲开了 但是有感掐 不会在这个 啊 先上来了 幸好 对 但是可能停在了升降门前面 那你这部升降门 哎呦 一定是 哎呦 从另外边 左手边就错过了 哎 不过这边还是挡了一波 又被一杆枪 嗯 击中 是 我们这边也是看到了一个 最新的一个插播消息 选手宝宝 以2分04秒35完成比赛位列第一 哎呀 想勾这个板子 然后结果被挡住了 然后结果被挡住了 小可爱子 现在其实也有点紧张 开始了 因为前面已经有人超过 不要吃我的包子 对 这个时候呢 就要非常非常期望 就是说你后面落后的第五第六名 能不能帮我帮我第二名交把枪 是 而且还手里有个橄榄球 但是这应该是差了半个矿道的升位 应该是赶不上了 嗯 在最后一波 时间呢 不算特别快啊 但是至少是第一名 对 至少积分优势它是有的 对 之前我们也说了嘛 由于第一名跑得太快 会导致说后面有很多没有完赛的 对 最后一波拉球 紫飞鱼的话 其实在前面的对局 我们也看过它跑在前面 那这一局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靠后了 是 那没有关系嘛 后面还有多尝试几次 就能感觉到就是 一些就是目前前摆的一些选手 他们一些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 对 对 就是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利用这个弹簧点的 就是一个 能不能弹出一个最舒服的一个距离 不像说有些我们弹簧点 说我一弹我扭了个拳 我原地弹了一拳 或是我弹歪了 撞到什么模型上面去了 这个其实就比较亏时间了 对 毕竟人也不是机器嘛 偶尔失误一下也挺正常的 对 那尽可能的去减少自己失误 是这些选手应该做到的 对 还有就是才能不打乱自己节奏同时 甚至还能限制下 对吧 就比如说我手里捏了个泥 我跑的比较前面 哎 我进过一个回头 回头我丢个泥 那你后面一定不舒服 对吧 之前在这个噩梦主引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传统 在旋转门那边丢一个泥 特别烦 大家都过不去 大家都过不去 只能绕远路了 对 但是我们知道旋转门的话尽量可能还是靠右走嘛 对 但是那里有个泥的话 泥的持续持续持有久 没办法 就只能绕一下 有泥是确保你一定过不去的 对 所以说你只能从另外边左手边远路去绕对吧 这个时候还要比拼说谁的反应更快一点 是 甚至旋转门那里也有一个细节操作就是什么 就是我跟别人一块挤 但是我挤到前面 我可以直接在那里站那么零点几秒 那人的模型配合上旋转门的模型 可能把你并驾齐聚那个人就挤到后面去 对对对 再来一把 YAK是排在了 暂时排在第一 手里还有个盾呢 那这个盾的话能保证它后半程是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一个时间了 是 甚至这里的话 可以故意吃个无刃 对 哎可以故意吃个无刃 然后直接往前 小心这里刚新生成的无刃 会有的会有这个概率的对吧 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雾团一出来对吧 照着你连两个无刃倒了一波那就走远了 嗯 手里的话磁铁也不是一个运动道具啊 太理想对 这时候如果他手里能摸一个球或者说摸个护腕什么很舒服了 你看他这一波大直到的话 他还是就是被迫的就是平地去走 是 先把自己手里的这个磁铁用光 好那就不会把自己的一个护盾给挤枚 是的这个是很细节啊 要保留自己一个相当于保命道具嘛 是 走接近 啊 两波扭开 是的 手里还有一个护腕 是 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什么 这个护盾是挡不了这个实施轨的攻击 哇一个护华 连过两个身价门 对 手里还有鞭子 哇 他这个道具好顺 但是后面枪来了 呃 要估算一下这个枪的距离 再开这个盾 是 不能开太早 交的特别好 对 这个位置 呃稍微有点弹远一点点 但没有关系 右手边弹簧点 直接上去应该选择最内道的一个矿车 对 劈手速 对 感觉这一波甚至有机会在两分钟以内啊 这把是非常有机会两分钟以内的 现在才一分四十九 一个坏 两辆弹点有加速 再弹一波 一分五十四五十五 五十四五十五的样子 这个非常非常快了 已经是 对 我们非常有幸运 是见证到了一把这个超快速的一个结果 是 非常关键的 我其实看到那一波护腕 直接弹过两个身价门 对 就是你想 大家过一些关卡的 其实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那关键就是看 那你能不能在一下看似没有太多花样的平地里面 利用自己的道具 去把握一个抢时间的机会 他就把握住了 就你如果要是那一波没过去 被这个身价门挡下来了 那其实就完全打乱你后面的节奏了 对 甚至你后面的身价门啊 一些也会会被影响到 因为他有些两连身价门 你挡了第一波 意味着你后面一波一定会被挡 嗯 他的那个时间 他其实不是说完美错开 好像都能过了 他总有一波是你两边都过不了的 对 对 那甚至说这有些攻略里面 还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你呃 比如说过第一道这个身价门的时候 对吧 你要抢在几分几秒钟之前 他是正好一波两个都降下来 这个时候你直接过 对吧 这样的话后面的人赶不上了 就会被打掉一波 是这么来拉开这个身位的 对 感觉也是非常紧张 刺激 就那一波就是 你看似好像他这把跌跌撞撞 但是好像后面每一波 感觉都有一些额外的一个 让他更快的一个放刷 是的 而且他当时细节的一个操作 就是把磁铁丢掉以后 保留那个护盾 对 后面还真派上用场了 真的真的真的 不然的话 其实你看可能就超过两分钟了 一分四五十多秒 五十多秒 对 他这把应该是会一个比较快的时间 我们后面可以从那个刷新的那个排行榜 可以去关注到一下 嗯 对 来看一下又是一把新刊 这把是有加拉妹 那在这里 哎呦 这一把被雕像夹倒了 不要再浮 倒了一波 这样的话应该是要被反抄了 是 哎 这边子给他勾回来 这一波勾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被打啊 嗯 对 还好 出过去了 有个加速 对 但前面这个门是赶不上的 对 这个就是错过了最快的那个节点 对 但明月提笔 其实是还有一个勾子 看要怎么交 哇 这把弹火 利用后面的队友 弹了一波 哎 但又被勾回来了 哇 这个就很搞心态了 是 对 你看拿到头 三连帮床 这个就有点是为前面的人做嫁衣了 对吧 嗯 不要再抚摸我 是一马当先 但是后面这边是踢踢压 是紧随其后啊 后面这把是离得都很近啊 对 看一下这个挖宝点 很近 刷得挺好 哎 要小心在弹弯的过程中 被这个磁铁打断了 哎呦 这一环一个弹点没有摸到 这是前面说的 就是因为很急 想去摊那个极限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说就是没有摸到那个坦荒点 对 在这里 坦荒也不少啊 对 看能来不耐机 极限通过 卡过去了 对 再摊一波 看前面什么道具 有磁铁不太理想 这时候如果是摸一个鞭子 或者摸个球就很好了 对 那后续的话 其实距离还比较远 没有信号枪的话 很难赶得上 对 前面 这里还 就多吃了一个 这个荡破铃嘛 其实也是挺限制速度的 对 再一个弧弯弹上去 哇 那感觉这一把不要再抚摸 我感觉速度非常快啊 嗯 也能够在2分04秒左右去完成 下框车 赶紧 下来有点犹豫 两连弹 哎呦 你看 2分06 05 06 也不错 后面的TT 还有加拉妹 加拉妹感觉这框车摇的 不是很卖力啊 好像 因为我们知道 框车它有一个 那个红色的一个 最快区间嘛 是 所以你要保证自己 这个点按的一个速度 是能维持在最快速度才可以 对 加拉妹这一把 也是最后冲陷的时候 挠了挠头 他也是感觉到 这一把自己节奏被打乱 主要还是那波 被鞭子勾了一波吧 嗯 在那个拉线的那个区域 这有时候我们有些玩家 也非常的可爱 就是说 呃 平时打牌位有这种情况 我明明跟我预想的 预想是这样子 但是跟我最后结果 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 我就会发个挠挠头 对吧 就感觉不太理解 是的 而且你看 偶尔像磁铁 它也有一定的位移能力 但是要有后面有人 是 啊 这里的话 再来一把 嗨子一暂时排在第一了 后面 比起跑的哪位 紧随其后 是的 嗯 这里的话老中医是已经是受伤状态 所以说他是不能故意去吃这个线的 嗯 吃一下就要倒地了 等会一波 那这样的话被迫 蹦疮 让出了那个蹦疮 但是这几位现在目前看这个排名都是靠第四第五的位置 就这把不知道他们靠前面什么情况 啊 来 哇 第一第二几乎并驾齐缺 对的 非常接近 那这个时候就看谁可能多一个身具 就能够更好的提前抢掉这个护腕箱 没错 嗨子一手里还是有一个护腕的 对 这里走的是一个常规路线 看到这个身价门还在封闭的状态 就考虑不先弹了 对 然后这边弹一波 再往前看看什么道具 一个烟没有太多作用 嗯 但是手里还有保留一个护腕 这个护腕可以留在上坡的时候用 对 一个弹 然后这里可以交个万弹 对 然后再往前三连弹 抢神踢 直接一波上去 那这样的话拉开很多身位 再考虑右边 蹭到最左边的一个晃车 最右边的一个晃车 但是不纠结不纠结 摸到哪个是哪个 这一块 那手里还有一个盾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应该是能保证第一 没有问题了 时间很快 两分钟以内 两分 一分58 59 对 很快了 就能看到 这个枪 一个跟踪枪 是 但是已经追不上了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个模式里面 信号枪它追踪的是默认第一名的那个位置 所以说有时候也有些很有趣的画面 就是什么呢 明明好像是我A在领跑的 但是某些场景呢 它是因为一个距离原因 它是判定可能说暂时B是领先的 所以说反而甚至把枪是临时的由B去帮你去承担 对我就干过这种事 你还干过是吧 对就是有我们也有这个组队模式嘛 组队模式的情况下看到明明好像是对手第一 结果开枪一瞬间 哎又判定到队友上 对对对 金山中乌龙事件 对对对 但我们前段时间也有组织 就是在这个正式的比赛开始前 也有组织过我们这个主播的这个比赛 有很多很有趣的画面 就是再来开一把 看一下啊 这把是给到了我们这个最新拉拉队员的一个西式时装啊 赢 哎呦赢倒了呀 两个这个乌刃都给他接到了 是的 太可惜 就是你不管是那个拉线还是乌刃 就不能走中间的 对走中间有可能是两根线或者两个乌刃同时去吃的 是走一边的话 其实还是能够只吃一边的伤害的 本来还领先的 你看现在这边直接到第六了 对 看一下现在排名第一的是蓝银 对咬的非常近 第2的看一下第2一直在变换 80岁 小丑狂欢 M855 都在反复的一个交替自己的一个顺位 是的 你看这里就很尴尬对吧 最舒服的弹点就被用掉了 嗯而且一些道具也被剪过了嘛 哎呦这里估计要吃了 要吃石头了 这个应该也是今天晚上第一次 我们画面中看到吃石头的情况 是 蓝银的话现在还是领先比较多的 手里还有盾 就是说后面如果摸到枪的话也限制不住它 嗯 这个位置拼一下手速了 不纠结直接是摸上矿车 一波摇矿车加速 嗯 这里其实有一个护腕 如果你弹得非常精准 是可以又剪道具的 对对 两年弹直接冲线 是的 1分57 就感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突破两分钟这个难关了 我觉得到他们这个阶段前摆墙 两分钟开外的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之间如果互相打招呼都是要你1分50几啊 对吧 就感觉都是在这个1分50几的区间里面在这去拼自己的速度的 是 那你看这个 变人他就有点 难受了 毕竟前面是一个领先状态 但就因为一波倒地 对 直接从第一跌到了 倒移 对 就是以他们这个实力这么相近情况下 你万一真的是给到一波什么啊 我倒地了 甚至是我吃两年枪了两年晕了 就或者说哪怕就是我们这边也是再看一把 这个是经过这个雕像房 又是宝宝 旋转门 宝宝是不是刚拿过第一 对 你看这个就很顺是抢到了这个30秒这个节点 是的 直接过 但是他自己是个扮状态啊 所以说也不能特别贪 直接用这个盾牌是挡掉了这个一波拉线 但是因为后面这个线马上跟上了嘛 所以说还是让了一波等了一下 手里还有一个护腕 那他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护腕直接通过那个挖宝的通道 没错 前面这一波缩小之后找弹点直接交护腕了 应该是 是开明的话也是不小心倒地了 我看到 那是相当于说第一名的话就是在这个矿洞这个位置 等于说有两个护腕 对吧 自己一个护腕进 然后再一个护腕出 对 前面没有很大失误的话 其实是很难被超越的 对 领先的情况下选择了最安全的一个侧面通道 是 少过一个升降门 这个看见这个升降门能不能极限的挤过去 哎呦挡住了一波 这个就很爽 是 对 下次就可能差个三四秒 是 枪还来挡了一波 你看 这个就是要对自己 哪怕你这会儿手里有盾对吧 你不能说上面提示看到枪了你就交盾 它有个距离一个呃 让子弹飞一会儿的时间 嗯 万一你就是提前交了的话 对 盾也交了 然后枪也吃了 对 那是很伤的 伤身贴没有问题 后面没有什么太多限制道具 是我们下面也有看到 选手YARK 是以2分02秒完成比赛位列第一 哇 2分02秒68啊 这个好快啊 再往前 我感觉是 啊 那行 那第二名 是差的有点远 对 这边看到了一个 哎 这个弹点我也失误过 就是容易指到里边去 然后被卡在里边 是 嗯 直接白弹了 是的 开米的话 这局还是因为前面经过那个 颤立 岳浮的地方 直接倒地了吗 是的 这一把成就不是特别理想了 但还是都完成了 所以说没有拉开特别多的一个时间差距 对 不过都无所谓啊 主要是看一下每一局自己再找一找哪里可能还能够再进步一下的地方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阶段的一个真的我设计的一个好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可以反反复复去尝试对吧 因为大家都是高手而且也都有一个摸到具一个运气成分 所以说呢呃有一把这个失误呢我就也不要太过紧张 他不像说前面这个第五层那个阶段你一天就六把对吧你六把你还要保证自己把把都第一都要有确保有六八四十八分对吧那个阶段的话你越紧张呃你反而可能是失误就越多对而那么多人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呃技术也比较大吧对那你如果但凡有一把不是第一名你都会慌一点基本上在那个阶段基本上你一天里面有一把不是第一你就等明天了啊就刷掉了就几乎一把不是第一名你都会慌一点 因为几乎也可以不用跑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的都是48分在48分往后排才能也可能给你几到什么六七十名七八十名都是有可能的是我自己也跑了几天感受就是谁要抢到前面开局那个吊声一个荡声啊然后就能够拉开距离对然后你还保证后面这个房子里面你不失误对吧你呃如果是触手呢我觉得还好其实这怕是怕什么失误就那个雕像因为其实有一个小小技巧的如果说你第一个房间是雕像房的话你是可以考虑 往前面走如果不是雕像房的话你是可以可以考虑从左手边走的是这个跟你因为它其实布置那个关卡的一些呃限制你的一些道具嘛就是这些一些场景嘛比如说雕像啊线啊误刃啊它是有一个触手它有点规律的嗯第一个房间如果是雕像的话你可以考虑往前面走如果不是雕像的话你就可以往侧面走对嗯看一下这里青龙马选择走了一个捷径是哎三个人一起过那总有人被顶回来对 这个通道的话有另一边吗是你要三个人同时挤的话一定会有人挤不过去的那这里感觉还要再等一把哎有泥这谁丢的谁丢的啊没有公德心啊哈哈哈没看到对花生汪汪的话手里两个橄榄球啊而且排名第一快这局有机会去突破一下两分钟限制是的哎呦这边吃了个乌刃看一下花生汪汪直接一波拉球拉到脸上之后再来摸一个道具不过它这个道具的一个宝藏点比较远有点亏 嗯嗯再波弹往前呃加拉妹这个身位呢感觉后城还是有一点机会的往前台选择球稳领先的走前面对看下到了前面之后加拉妹的身位在哪里选择拉球直接冲过去啊那这个墙在一挡的话就来了你看到没有来了但是 勾回来两个人都别过大家都别过三个人并家齐齐这把有意思啊是那接下来就看谁能够 哦更快的弹出来了三个人都说道具哦一点互相都不慌多让啊花生汪汪还是抢到了这个机会手里还有球他道具感觉都比别人哦一点对 都是位移道具在一个户外弹过来啊还是给他抢回来了嗯他前面那一波其实挺伤的那个走本来应该是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通道的是对结果失误一波操作有点小问题 他还好呃这边的话第二第三跟他差了对差个两秒对差了一半的这样一个矿车通道嗯一波弹点两分应该是两分零九十秒左右那这一把其实那因为互相都是怎么说呢就是耍了点狠招所以说呢这个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吧对看一个户外直接就是把反超的人给勾回来然后众生平等对 我觉得他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幕就是我自己过不去但是你跟上来了对吧我一波鞭子我当着这个门门前的这个升降门的面我把你勾回来一波嗯这个就其实有点搞了就是 还好吧还好吧其实这个后面还能再多尝试几波因为他这把可能也是考虑到知道自己在一个本来领先的情况下本不应该失误的那些弹簧点那个侧面通道是给到一个机会了嗯来看一下最新的排行榜 好这边排在第一的亚克是两分零二秒六八然后第二的宝宝两分零二秒八零第三的低指个两分零六秒七一第四的陶昭苑两分零二秒一二啊哇这个就咬得非常紧了对积分的话你看都排名第一前三的都是四是吧对他但那个低指个是两分零六秒七一啊他是一个积分领先嗯 嗯感觉你看两分零二秒的人好多啊对就感觉在他们这些百强高手里面两分零二算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入门的一个门槛吧我感觉是是 那后面的话你看也有我们的砸末对两分零五秒七分的话是四十四 就是从这个积分大概就是看出他们拿了几把第一了拿了几把了对吧基本上四十八分应该就是六把都打了打了对而且可能都是排名第一啊 没有害羞很多我其实前摆这很多人都是非常熟的了有些对能看出有些其实就是个人成绩已经非常好了他只是欠缺一些这个名次对吧 看我们的胖子来胖子两分十五胖子今天这个可能被影响的比较多一点可能对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跑着跑着呢为什么我们前面有个阶段 他是这个匿名去跑就是怕就怕说哎你这个人好像是什么选手啊主播啊什么的哎针对你针对你这样子的会有这种情况对 我去你看蓝颖前面也是看过他们的一个还有炎炎将我还看到一个非常刺激的名字啊这杨宗星憨沙龙呀这个这个应该指的是大帅吧哈哈哈哈我们有些呃玩家他这个名字整活呀都是对 那目前来说其实也还好啊拉开分距不是很多对还有这个没有去跑的你看其实有些看他这个一一分两分都只跑了一把吗嗯 马上排排位结束了准备跑起来了对有有些就是从九点九点钟以后开始跑了是对啊其实我还看到一个这个 教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效果反正我自己去尝试的时候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如果第一个房是个雕像房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去做雕像啊顺风车对对但我吃了好几拨我做不上还是有点就怎么说那个风险很大 那个把握吧对因为他现在相较于月亮盒那个模式他有个缺点就是说他有个难点就是在说他的那个可能铃铛和那个呃关卡是在一起的他两个在一起给你就会限制到嗯对对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个我们呃本次星光竞逐他有一个场间优衣弹幕互动啊那么在资格赛的对决将持续到今晚22点那在我们关注下半场比赛之前 我们要先和屏幕前的观众玩家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弹幕互动小游戏玩家们可以发送相关弹幕选择加入监管者或求生者阵营参与游戏选择出勾抓人或加速逃脱呃换取得分最终得分高的阵营获胜这个感觉也是一个我们又一个全新的整活呀咱们关注对吧就之前我们可能在一些直播间有见过类似一些弹幕互动的一些玩法对吧我选择加入对吧然后我加速这样子的咱们这次也玩 而这个是也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赶紧发送弹幕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里来了是的我们之前也稍微看到一点点还是比较有趣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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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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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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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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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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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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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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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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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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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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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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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